多年以后,我仍然记得踏入纽约大都会在埃及馆,阳光洒在单独神庙上,泛出的神圣光辉。 仍然记得在华盛多广场公园,罗曼花板的长椅上,期待又不安地等待NYU传来的消息。 仍然记得推开麦迪士大街11号那栋著名的阿德鲁建筑的传门。 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即将迎来了人生中如此有意义的一餐。 那时我还年轻,还不是什么美食博主,只是一个充满好奇心,与探索欲的时刻,且吃心,指尽依然保有这份热情。 处罚前做了点攻略,订了纽约的几间好餐厅,钱一娃刚刚在NYU伯市比三,后来叫二,吃得昏昏欲睡,隔夜就来到了Eleven Madison Park, 敲传BMP纯属和演员,当时他在纽约一系列要演的餐厅中并不契合。 米其林给出了一新评价,詹姆斯比尔德奖,以美国烹饪之父金比尔德,命名的美食节奖项。 刚刚授予主厨Daniel Holm,明月最佳厨师讲,一进门就是迎宾姑娘优雅的问候,几乎在瞬间背包,就从肩上滑落到她的手里, 接过去寄存好,服务顺滑,无可敲击。 落座眼见Guardabrian的银器,J.L.Copé的瓷器,平准的亚麻桌布,格威的手工碑,曼哈顿的贵器姑娘而来, 菜单的设计简洁明了了,只有食材,没有赘述,充满想象空间。 而后的整裁都令人无比愿,厨师懂得恰如其分的把握食材,形式上没有刻意讨好。 专业素养极高,酸酸感把握的刚刚好,鸡蛋煮到腾心,配搭嫩的蛙腿和清新的温度, 平凡淡淡淡自然柔光,龙虾用到前肉,赶羊蛋黄酱的调味细腻,还撒了点碎和桃块片。 普罗旺斯芦笋,吃的人如木春风,鸡肉卷做公家式,飘散黑松露和羊主君的香气, 我没有料到的是,厨师够打拿洋葱当主菜,坚果之后的洋葱吞去了辛辣, 耐人保留着水,散发蔬菜本来的香,连切开都觉得有点残忍。 如果我不说,你一定猜不到,以上都是EMPG年前的出品, 放到今天他们仍不显过时,可以在一些城市的好餐厅博的一席, 当时的厨房仍是真心之制作菜,并没有突破热书的冒险, 出品轻快,银细又有活力,但还没有出现胡萝卜绞肉鸡, 只是连鲜皮和野菜来自这些挑战时刻认知的大蛋菜式, 可能一道清红甜品,或五个零半酒,稍微显露了一点厨师的玩心和野心, 牛奶加苏打水现场打发出奶泡,或喝盐和香草麦芽糖浆, 最后,第几地橄榄油提香,服务员叫我一口碗, 我们到访Eleven Madison Park,是2011年的春天, 后来我才知道,那一年发生了许多事情, 首先,主厨丹尼和他的商业伙伴, 从联合广场酒店一团手中购买了餐厅, 从打工者摇身边为老板,紧跟着好消息拼传, 餐厅从一星猛创至三星, 并且保持多年纽约的七星俱乐不成人身份, 米其林三星加纽约时报刺新, 次年,餐厅杀佑世界女神家榜大前十, 随后逐年爬胜,直到2017年登顶风亡, 这两年,AMP荣誉等身, 从酒大到市酒师, 从八台的服务, 把一间餐厅能拿的奖息数收入脑中, 可以说, 2011年正是餐厅命运的转折点, 而我们几乎见证了AMP最初的模样, 后来主厨更新了全套品尺菜单, 才有了如今流行于世的招牌菜式, 眼下你搜变户联网, 都找不到这套古董机菜单了, 而最后, 买单的价格也十分感人, 50套餐只要74到1人, 加上货错的小费还不到200美金, 写这篇的时候, 我在想, 做餐演其实和很多事物的道理相通, 有些结局其实早已决定, 厨师的添买, 团队的野心, 主人的寄托, 和他们开转的目标, 这些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气质, 决定了一间餐厅的格局,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走遍世界, 吃了许多温馨可爱又迷人的餐厅, 其中有些堪称杰出, 但真正称得上伟大的, 吃完令人有荣誉的并不多, NPC一家, 吃心的单子上还有, 意大利的Nacolambra, 永恒的意大利情人, 西班牙的Nobaret, 挑战常规的阿斯克勇士, 毕鲁的, Central南美洲鲜血的天才, 和中国的符合会, 中参最有希望的发展方向, 以上这些或许与人的经历与情感相关, 但是我今晚想与你们分享的一段,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